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人作为佛子的我们 也许平时会很忙 但是在今日 我们当忙中头闲 学习妖王佛山 当然学习的方法有多种 比如说我们买一些常用的药品 捐赠到贫困地区 捐赠给那些需要救助的人 经常不失药品 不失健康 那么对应的果就是我们自己不生病少生病 有时候我们会说 我们没有求什么果报 只为了去帮助众生 你不求是不是就没有了呢 一样有 而且果报更为殊胜 因为你的发心 纯净 纯善 药品是一种 那放生是不是呢 放生是 而此救助更彻底 药品至一时之病 放生就众生之命 不仅有肉身之命 还有其法身会名 比如说我们平时要做三归一 归佛 归法 归一身 归佛 不多地狱 归法 不多恶鬼 归一身 不多旁生 这就让他们与三恶道绝缘了 我们念阿弥陀佛 给他们种下金刚道统 在未来季某时某刻某个空间 他们可能就会成就往生极乐佛果 都是好事啊 你说没有钱不是要 也没有时间去放生 那么我们多转载一些 让人健康的文章 无论是生理健康还是心理健康 也一样 也非常棒 去转发一些放生文章 因果文章 因果文章 让人改恶向善 也是大功德 今天是药王菩萨圣诞 我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小故事 不觉啊 故事已经讲了六百多个 六百个故事当中 有很多故事呢 提到僵尸 僵尸 僵尸是什么 大家可以去百度 但一定要明白 有些僵尸 僵尸是有肉身的 有些僵尸呢 他已经没有肉身 各不相同 僵尸 僵尸就是僵硬的尸体吗 也不尽然 你去说百度 僵尸的种类 他们有说紫僵 白僵 绿僵尸 前面的修士词呢 都是颜色 后面呢 就有了毛僵 飞僵 再后面呢 游丝 浮丝 不化骨 游就是游泳的游 尸体的尸 后面讲的这个 都是尸体的尸 总之呢 种类很多 咱今天呢 和大家聊的 这种僵尸 你在百度当中 受不到 目前老兄所接触的经典当中呢 也尚未记载 他是什么僵尸呢 魁江 魁江就是傀儡的魁 僵尸的僵 注意哦 魁江和尸 魁是不同的 你在百度上可以说到尸魁 尸体的尸 尸 尸魁的魁 尸魁的含义是中了尸毒的僵尸傀儡 就像一个活人 他中了尸毒 自己的行为不能由自己主宰 魁江是傀儡 老兄在哪儿遇到了他 魁江长得什么样子 始终有什么样子 始终有什么样的因果呢 男生 并不恰当 应该是男士 他委托我们呢 来查询一些事件 腹体 体外灵性 好像是不能查 具体呢 我也记不得了 老兄就是记性 大家都明白了 哪些印象最深 哪些当然 还有一些记忆 比较深刻的 就是写法 大约是在二十号 都晚上 大家都在过五二零 但老树呢 没这个闲暇 我也在过五二零 我的五二零 就是因果 就是善法 查询因果 没有中断 查询因果 没有中断 查询因果 没有中断 我们的天眼见证人 我们 清晰的看到 这个男士的咽喉部位啊 有一个长相丑陋 让人呕吐的家伙 我这样说 我这样说 不知道会不会 引起这个 灵性的 心情不愉快 但是没有办法 讲故事呢 就要实事求是 我只能用 从我有限的词汇 尽全力表达的更清晰 让大众呢 明白这是什么 他像什么 不能因为尊重 而上师 对他本来的描述 还请这位灵性呢 予以见谅 实事求是 你才能讲出好故事 不要夹杂自己的主观思维 夹杂了 就不准确了 为啥说他恶心呢 你是看不见 看见你野兔 还好 我们酒精沙沙 司空见惯 说到这里啊 老宋 就在想大家 如果您看到了这种 样子 是跑呢 还是兔呢 究竟是跑 还是兔 老宋说了不算 具体 由你来做决定 话说这个灵性 并不是说高大 威猛 犹如小山一般 飞也飞也飞也 体型上看 并不大 和我们正常的北方人 类似 一米八左右 两手空空 没有什么拿 没有什么威胁人的兵器 这是最初的印象 细看 细看就不得了了 哎呀 这脸上 那都是啥呀 都是孔洞啊 很多个 就像机场扫过一半 就像机场扫过一半 有的人见过 有的人没有 虽然没有见过 真的 可能照片上也见过 照片上没有见过 最起码西游记的电视里面应该看过 总有印象 这种独虫 蝎是什么呀 一种独虫 我们常用来形容人的心 恶毒到一定程度 就会说 毒如蛇蝎 毒蛇 毒蝎 都是有毒种 蛇毒是在牙 蝎子的毒呢 是在尾 就是尾巴 在这个灵性啊 满脸的空洞当中 每个空洞 都有一个像毒蝎一样的尾巴 静静楚楚 声声说说 看了呢 德老人 毛骨素人 即使你胆大 也会让你感觉到 有所不适应 尤其是密集恐惧症 那些同修 具体的样子 大家看不到 你只能去想象了 大家猜有没有穿衣服啊 这个 他有没有衣服咧 有没有 嗯 还有人猜对了 真没有 没有衣服 那他身体 颜色 我们自然看得清楚 看得准确 看得明白 身体呈棕色 偏黑 如果说他像我们人生一样 光滑 细腻 也就罢了 那棕色还能看 实际上咧 哎 妈呀 老宋是没有感觉摸摸 是不是光滑细腻 是看见上边分泌的那种绿色的 黏糊糊糊的 黏糊糊的 那种液体 绿色并不是晶莹剔透 它带有那种墨绿 看起来有点恶心 散发着浓浓的臭味 总之一句话 遇到他 胆小的要跑 胆大的也跑 胆小是因为害怕 胆大的是因为受不了 是各种受不了 首先看了就让人不舒服 再加上那种恶臭 让你避之有恐不及 但是作为法师 我们还需要继续明其因果 还不能跑 这是什么灵性呢 哦 很多同学已经想到了 没错 这就是故事开头所提到的 葵姜 葵姜他厉害不厉害啊 这个还不好说 这样吧 我给大家分一个级别 当然我们是人为的划分 不是按实际来划分 僵尸的厉害程度 如果从一到十 一为最弱 十为最强 那这个葵姜 所处的等级是八级 如果一至三是初级 四至六是中级 那八至十就是高级 属于高级僵尸的一种 属于高级僵尸的一种 是呀 咽口不为 对这个人的影响是什么呢 呼吸 健康 呼吸和健康自然息息相关 没气你就完了 关键呢 它还影响一个重要的脏器 就是心脏 看此事啊 发展下去 比较麻烦 极容易引起一些急症 比如说呼吸困难 心梗 因为僵尸来是来要命的 为什么要命啊 那我们都知道因果呀 不知道因果 你怎么能化解呢 于是我们恍惜呼吸 去探访他们之间的前生 别看 一位法师出现了我们面前 手舞青铜剑 气欲喧昂 意气风发 非常富有正义感 这个法师是谁呢 是僵尸 还是这位同修呢 没错 没错 大家大部分也都猜到了 就是这位同修 原来的前生 他还是一位 想要除魔的 法师 那僵尸 那僵尸的前生 是个什么呢 就是僵尸 哈哈 我们没有再往前推 再往前推 僵尸可能就不是僵尸 可能是其他 我们只是回溯到 我们只是回溯到 他们有因果交集的那个年代 我们看到前生的这位法师啊 有一个法器 长得像锅 长得像锅 是不是锅 那就说不清楚了 嘿嘿 再也没有必要去探究它 是什么 但是要告诉大家 这个所谓的锅有一个功能 就是有个预测 当然它并非前之五百年 后之五百年 它有个时间范围 就是未来两小时之内的事情 也就是古人所说的一个时辰 未来一个时辰即将发生的事情 只要你想知道 就能知道 这一天法师闲来无事 就用这个法器呢 观察未来两小时 发现了一位僵尸的阴谋 发现了一位僵尸的阴谋 大家都明白了 就是村里的群众 要屠村 就是要将整个村 却大部分的人 甚至全部都杀掉 他为什么要屠村 我们不得而知 也没有去探索他 也没有去探索他 只知道有这个行为 或者即将有这个行为 当然这个僵尸的法力 在那个时空点 还不是非常厉害 也就是说这位法师呢 有足够的能力把他摆平 故事总有交代 这个法师呢 很有正义感 他为了拯救一村百姓 于是提起青铜剑 说是青铜剑 其实是铜钱剑 用铜钱编制的 专门对付僵尸的 一种法器 淘宝上呢 也有出售 不过 基本上没什么效果 拿那个去对付僵尸 可能还没出招 已经被杀 铜钱剑需要特定传承 特定授权 特定法力 才可以 得知讯息之后 法师提上铜钱剑 也立马出发 赶往 即将被图的那个村 但他也没有飞檐走壁的功夫 也没有飞天遁地的功夫 只是这个村儿呢 离他很近 快马加鞭很快就到 他到了 以后 将尸也到了 于是展开了一场舒适的魔斗 如果这是在唱戏 那就是敲锣大鼓 登登登总 那是吃达的人 不过结果啊 令人兴奋 僵尸被斩杀 所以法师成功救下了一群百姓 救人自然有善报 自然有善果 此处暂且不提 为何不提 我们没有去考证他 因为救人得到哪些善果 因为我们现在面对的对象是僵尸 他的确来报仇来了 而且前生的确被他杀害 这就是因果 你帮助人有善因善果 你伤害了某种众生 也自然有因果 这几人呢 有一位同修 给我留言 我没有回复 他说 他愿意去学一些法术 没有种术 它存在这个世间 自然有它的合理性 不然的话 也就没有必要去存在 但是你学之前 而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有些法术呢 容易犯些三缺五批 比如说亲人上受损 或者钱财上受损 或者身体上受损 另外如果你没有沟通能力 知道一些事情强行的去干预因果 虽然你可以帮助一些人 但是呢 也会给自己造成很大的麻烦 大家都知道老宋茶事情 运用的是什么方法呀 劝话 基本上不动用武力 如果在特定的情况下 不得已而为之 也是在因果的范围之内 是以警告 不给私欲绝路 就是留一条路 以后好想见 这是因为可以沟通 我们明白怎么做 菩萨会知道我们怎么做 不没因果 如果没有沟通能力 就可能凭借这些本事 做一些事情 结果呢 你是帮一个害一群 比如说这个人 给了某种病 这个病呢 是有几百上千 上万 几十万 甚至几百万 甚至更多的灵性 在他身上 共同追用的结果 你一到福下去 此人身体 可能有所好转 但是你一下呢 与很多的灵性 接了丑约 老中在以往解邪福的过程当中 发现呢 有的福里边 可能就压几个 有的加几十 有的加几百几千 有的几万 有的呢 数亿 有的呢 比亿还多 所以说 你能力越大 能量越强 做事越要谨慎 就好像我们 普通人 因为 不开心 打了一架 他给他两拳 他给他两耳光 无非就是脸上起个印子 身上疼一下 也就罢了 如果你遇上那种 恋悟很厉害的 身怀绝技 每天在家打沙袋 沙袋都能打穿 一愤怒 就要人信任 所以啊 你能力越大 武功越强 越需要 德行的修养 越需要懂因果 肉眼可见的 肉眼不可见的 除了以上要求之外 尽量呢 能通灵 这个通灵 不仅仅是天眼 还有其他的模式 但是这种呢 不太好掌握 如果你通灵 通 崴了 法脉 传承不正 麻烦更大 所以大家 不要轻易去追求 所谓的神通 追求所谓的超能力 追求越多 可能麻烦 就越大 很容易有形无形的 去干预过 那是相当的麻烦 这个不是恐怖 和大家说老宗只遵你有法术 别人就不可以有吗 不是的 这是善意的提醒您 要慎重 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法师 是高危行业 危险程度 不亚于战争中的士兵 他是有看不见的硝烟 时刻弥漫的战火 当中提到的僵尸 就是开头所说的鬼将 他的形成模式 与普通僵尸有所不同 他有一个前提 就是必须是异常死亡 正常死亡的 行不成葵僵 一场死亡之后 被扔进一种炼炉里边 这个炼炉我们不常见 经过提炼 有可能是被写法师所炼之 也有可能是其他的妖学所炼之 异常死亡 那是一个强大的冤魂 有极强的怨气 怨气聚集 聚集哪里的怨气呢 周边的怨气 人与内居 物与群分 这怨气呢 也会感召怨气 在这个炼炉当中 以一个冤魂的气 聚周边的气 以怨聚怨 形成了盔僵 对于大家听老宋的故事 有所玄妙 感觉上甚为神奇 感觉到不可思议 感觉到 怎么可能 心有疑惑 正常 老宋能够理解 为啥 因为本人 也是这样走过来的 也曾怀疑过 也曾疑惑过 也曾惆怅过 但时间久了 见得多了 也就明白了 有些东西 不因为你的信仰而改变 信也有 不信也有 它就是客观存在 摆在那里 好像红外线 紫外线 它存在吗 存在 你看得到吗 看不到 你能看到 银河系之外的东西吗 姑母你的肉眼看不到 肉眼太阳系之外的 你也看不到 你能否认它吗 不能否认 凭肉眼 我们身边有很多东西 你都看不到 细菌你能看到吗 维生物你能看到吗 借助现代的科技 也许 你能了解一些 但是大自然 但是大自然当中 有无数个未知 我们人类是渺小的 我们所知的 和未知相比 那是九牛一毛 我们要勇于探索 坚决不做 坚决不做 井底之八 当然 这只是一个比方 并不是鄙视青蛙这个物种 在老宿的心中 在老宿的心中 众生平等 我也曾看到自己 在白恶纪 投身为恐龙 也看到 在无量的钱生 进过地狱 做过恶鬼 今生做人 没什么了不起 有点所谓的小技巧 小神通 也没什么了不起 我们的终极目标 是成佛 成佛的潜在是极乐 我们要有处理心 能生处理心 定一个目标 就是今生 往生极乐 不敢再轮回了 六道苦 六道难 你根本 难以想象 如果不去极乐 你未来 在哪里 好了 今天的故事 就由大家分享到这里 祝大家 开心 幸福 健康 也提醒大家 在这个好日子 在是殊胜的时刻 能布施医药 能长行放生 感谢大家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 四重恩 下祭 三土苦 若有 见闻者 吸发 菩提心 尽此 一报 生 同生 极乐国 也将此 将小故事的功德 回向 作为善知识 回向给所有听小故事 转发小故事 随喜小故事的师兄 朋友 及一切众生 愿大家家庭幸福 人人呢 开心 早日 证悟成佛 人人 回归 极乐佛国 阿弥陀佛